10月28日时代精神药香江之大国建造 香港重大名声工程走访活动继续举行 来自内地和香港的记者走访香港儿童医院 了解该医院工程项目背后的故事 据悉由于原香港启德机场就职的香港首家儿童医院 是2013年展开工程项目 2017年年底竣工 2018年起分阶段投入使用 中建国际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香港马加烈医院前行政总监赵莉莉 在座谈会上表示 上世纪60年代 香港成立了首个儿童专科 直到2018年 香港首座儿童医院才终于在启德机场就职 正式落成 实现了香港儿科医护人员50年的梦想 全世界其实在国内都有很多儿童医院 香港是真的没有儿童医院 我自己本人也是儿科医生 其实希望在香港有一个儿童医院 是我们儿科专科的同事 超过50年的梦想 但是直到今时今日才实现了 所以在整体上 在一个儿科的学术界里面 是一个非常之 很感恩的一件事 香港儿童医院 由中国建筑公司成建 医院占地逾2万平方米 可提供大型手术室14间 各类病房270间 病床468张 不同类型实验室70余间 香港儿童医院工程项目负责人 中建国际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毅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为让香港医护人员的梦想 得到更好的体现 在做设计咨询时 团队充分考虑到 香港医护人员的想法 希望建造出一家具有特色 充满人文情怀的儿童医院 也为儿童提供一个更好的治疗环境 香港从来就没有一间 这个儿童的专科医院 咱们看到北京有这个儿童医院 深圳有儿童医院 上海有儿童医院 其实香港的医护人员的心理 也想有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医院 这个所以呢 就是我们在做设计咨询的时候 我们就是想让他讲出来 他到底他自己想要 他的梦想是什么 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医院 因为我们是要跟世界接轨的 我们是要跟世界接轨的 所做的这个东西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方面 是做了很多的尝试 我们更希望呢 我们创造的是一所艺术品 就把这个科学建筑和艺术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张义回忆起又识去医院的经历 他表示 小时候每次在医院 闻到消毒水的味道 看到周围都是白色 都会令他感到不安和害怕 因此 医院内五彩缤纷的室内装饰 活泼可爱的动画形象 都是他别出心裁的设计 大家进来医院的时候呢 能够看到一个非常让人开心 或者是舒缓的这样紧张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它无论是颜色 还是这个巡路标识的这个角度呢 都是以儿童为尺度的 令到呢 儿童焦虑紧张的这种情绪呢 是得到了舒缓 我们觉得呢 让人呢得到一个这样不害怕 安静的感觉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吧